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在我們這邊只剩下兩位男同學 兩位請出列 來 小白跟浪哥 來 浪里白條兩位 事情是這樣的 我跟兩位報告一下 接下來來踢館兩位都是女生 有一位就是上週有沒有 台東蘭嶼的那一位有沒有 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這個交給誰比較好 我覺得交給誰都不太好 因為我知道另外一位好像更強 沒錯 兩位現在等著敗了 因為剛剛我們講那個周立文已經很強了嘛 對不對 周立文上次是28分 然後他在PK賽當中贏了五四愛 對不對 30秒PK 但是大家以為周立文很強了是不是 接下來這一位呢 他呢在這個2000年發行首張專輯 那時候銷售已經非常好了 那最近又要出新專輯 那他今天願意來PK 我們大家都要這個跪拜來歡迎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們先聽聽他的歌聲 我想我可以習慣一個人生活 我想我可以假裝不曾愛過 一個人生活 林凡 曾經在2000年發行過個人專輯 並入爲金曲獎最佳新人 職業級歌手林凡登門挑戰 對星光七來說 唯一是一大挑戰喔 超姿姐好 你好 你好 哎呀我說林小姐啊 哎呀這個來這邊逛逛玩玩是不是 第一次參加比賽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比賽 對呀何苦呢是不是 來喝個咖啡就好了嘛 你不知道這兩個小子 剛剛聽到林凡以後 一邊拍手一邊往後退這樣 真的 不用那麼緊張 在KTV見過她 在看過她的MV 是不是 正常有人點唱她的那首歌 哦是是是 這個經典啦 那個林育群小胖 她在這個錄自己的國語專輯 選了你這首歌 而且她說一個人生活那時候 陪她走過 就是她獨自要獨立生活 很重要的這個精神之主 對還蠻開心說 有一陣子了這首歌 可是呢都還是蠻多人記得 然後小胖會選擇翻唱這個歌 覺得很榮幸 十年還那麼多人記得 那就叫經典啦 好不好意思 謝謝 那今天是真的要來踢館嗎 今天來也是學習學習 我覺得 這些就是他們全部都是 身經百戰我覺得 那我自己是比較沒有 在這種比賽的場合過 所以可以學習 然後也是跟各位評審可以討教 這樣子 她抽籤還是你們兩個切拳啊 因為後面也是周立文啊 怎麼樣小白 我來對服好了 小白你抱這個名是不是 對 你也穿白色的衣服 就讓給你吧 你確定嗎 你後面是周立文喔 都挺厲害的 都挺厲害的 來來命運決定一下 不然又要被網友公幹了 好不好 兩位站在這裡等候命運的 等一下喔等一下 你先不要看 你看那邊 好OK 這兩張你要哪一張 這一張好了 這一張好了 浪哥哥 這我快跑回去 小白嚇得跑回去了 你如果能在這一站 顯勝林凡的話 你就成名了 一站成名 好不好 不要讓人家覺得 一定輸的 就去泡茶了 好不好 好的 那林凡今天要演唱的是 末瑋的愛 好 那浪哥哥 永遠 本舊 好 好吧 那把Rock的這種 怎麼樣 我喜歡這首歌 我也天喜歡愛 對 兩位要聊一聊嗎 有看對眼的感覺 那就手下不要留情好不好 好的 掌聲先歡迎林凡的演唱 當然還是會有點緊張 想像說 哇 評審就坐在我前面 因為以前唱歌 可能別的表演 不會有一個評審 就坐在你前面嘛 所以想像那個狀況 就覺得說 還是盡量讓自己 沉溺在歌的情緒 不要再想說 前面有人在盯著你看 首次參加歌唱比賽的林凡 在上場前仍是緊張不已 她能順利踢管成功嗎 迎戰踢管魔王周立文 白朝落盟 潛能大爆發 專業歌手林凡前來踢管 曾入圍金曲獎 最佳新人的她 能創下家妻嗎 你還記得嗎 記憶的眼下 散落在風中的一陣發 喧嘩的鬥裡剎藥 沒結果的話 未完成的牽掛 我們學會許多說法 來掩飾不同的傷疤 因為我會想起你 我害怕面對自己 我的意志 總被寂寞吞噬 總被寂寞吞噬 因為你總會提醒 過去總不會過去 總不會過去 有種真愛不是我的 假如我不曾愛你 我不會失去自己 想念如此 定住我的位置 因為你總會提醒 因為你總會提醒 儘管我得到時間 儘管我得到時間 有些幸福不是我的 你還記得嗎 記憶的眼下 我終於沒選擇的分岔 最後又有誰到達 因為我不是很高的 我會想起床 我就會想起床 越來越遠 明明美 好又有天